当局在早前一宗输入个案 第一次发现南非出现的变种病毒 而最新再多三栋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范围 同时也有三栋大厦 因为发现资料出错被剔出名单 新纳入强制检测范围的三栋大厦 包括黄大仙池外院外人角 何文田村正文流 及深水堡欣州街德堡大厦 其中外人角一共有四名患者 涉事两个单位同座向相隔三层 德堡大厦有六个确诊者 两个单位是同层 至于正文流有四名患者 涉及不同层不同座向 另外有三栋大厦被剔出强制检测名单 包括观堂晓丽院晓星角 将军澳翠林村安临流 及清衣清华院华英角 当局成应在当区区议员提醒之后 发现有资料出错 对市民造成不变和混乱感度抱歉 因为有个别的单位 它可能是已经入院了 没有在那个单位住了一段时间 或者有些就是它之后改了地址 改得不清楚 所以我们都会看看中间的环节 怎么可以再改善 如果是有些临时检测中心 已经开了在那里 都会开到1月2号 就方便居民如果是担心 都可以继续做检测 另外一名早前由南非回香港的旅客 抵抗第十二日的样本 验出南非出现的变种病毒 相信是本港发现的手中 他同行的朋友暂时未找到相关病毒 无线电视记者梁家宝报道